昨晚做了如何講英超的直播 有些朋友早睡 看不到 或者有些是外國的朋友 沒辦法看直播 可以看重播的 重播經意在我Facebook放了連結 另外這條影片下方的留言 我亦會頂置一個留言 放一條連結給大家 看看如何講英超的重播 今天補回西甲賽後平 是皇馬賽事 作客基達菲 斯丹今天又有新玩 雖然我們看到皇馬正選陣容 排面有四個進攻點 前鋒賓司馬 左邊巴爾 右邊巴謙 主角依斯高 貌似四二三日 理論上是可以控球賽的主攻 但是袁北萊走出來的結構 是四三三來的 伊斯高大部分時間 只不過是打中場中 而不是進攻中場 這個斯丹究竟什麼葫蘆 賣什麼藥呢 如果這樣放伊斯高 不打進攻中場 也沒有阿辛斯奧在 沒有人創造 不過原來斯丹又想玩一件新的實驗 這件事就叫做 短期進攻 斯丹由上任以來做實驗 做到上了身 上任第一場賽事 打主攻 之後就逐樣試 包括玩中短期進攻 中期進攻都試過 也都玩過了 接近什麼東西都玩過了 當我還以為 他經意沒有東西好玩 誰知道原來還有東西可以玩 今季做實驗 實在做到底做完 就是季尾這幾場 這次玩什麼呢 短期進攻 什麼叫短期進攻 即是盡快完結攻勢 死都要向前 有得回傳都不回傳 死都要向前 過了半場之後 就5至10秒內要射門 去盡快完結攻勢 其實這一段說話 我經意沒有說接近半年 即是說 經意沒有什麼歐洲強隊 就玩這一套東西 尤其是 就是當霸人暮尼克在季初 乃了野之後 這一套東西的難度 實在是太過高了 因為 這一套東西的難度的位置 就算面對密集的時候 都要5至10秒內完結攻勢 即是說 要在很狹窄 細小的空間裡 高速進攻 即是怎樣的概念來的呢 打個譬如 即是說 我現在要你去女人街那裡 跑100米衝行跑 你想想會怎樣 那你一加速的話 就很容易撞到那些女人 在兩街那裡那麼密 那麼多女人 那你一加速 你還是撞到那些女人 那在兩街 你要逛街 通常都是慢慢走的 沒得走快的 對不對 但是我就是要你高速加速 那一定是撞板的 撞到東西 撞到人 一定是撞板 情況就好像今季季初的霸人 和阿仙奴 從來都沒有想過控制步速 沒有想過控制比賽節奏 一美想快 結果一想快起上來 就撞板 而今天的黃馬情況 亦都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短期進攻 在每場賽事都有幾次機會 即是當對方沒有做密集 或者高位壓迫失敗的時候 你是可以做短期進攻 成功率是有在樹 但是如果對方是放了密集 你還是要強行 這個就是盡快完結攻勢的話 實在是太過高難度了 而這個事實上 近這兩年來都真的沒有什麼強隊成功過 對上一次成功的 就已經數到16至17年的車路士 雖然那一年都沒有什麼英超球隊 對著車路士會收縮 不過車路士有時候都需要面對一下密集 但是當時的三叉擊 就真的有些能力 可以在密集裏面盡快完結攻勢 當時就有夏薩特、柏道 和迪亞高哥爾斯達哥斯拉 三個都有很強的個人能力 亦都有合作性 那一年那裏 三個都一起Top Fit 是上一季因為大家玩摩連盧 所以休息了 今季大家一起有體能的紅利 結果一起Top Fit 那一年的比賽裏面 還完全沒有歐洲賽的壓力 這樣才可以打到這個 要求體能這麼高的短期進攻模式 你想想 是要結合這麼多樣的元素 才可以玩得到這一隻 車路士當年去到第二季換了摩拉達 沒有了DC 換了摩拉達 就立即搞不定了 何況呢 今季的亞絲奴 就只有克雙薩 和這個蕭鵝比這些級數的球員 大人那邊 2R已經老了 不fit 所以玩不到 而今天也玩不到的 黃馬 今天的三個進攻點 是賓斯馬 巴謙 這個是巴爾 巴謙是新仔 不能夠要求這麼高的了 賓斯馬年紀大了 而巴爾 最頑皮的就是合作性 你差一樣東西都不行的 你有個人能力 但是不夠合作性 都是不行的 結果今天黃馬這個組合來講 根本是不可能打到短期進攻 只會撞板多過吃飯 而這句話 最好就是形容今天的黃馬 總之 不可以被他們打快攻反擊的話 一面對密集就撞板給你看看 那你說 下一季 右邊阿辛斯奧 左邊收購到 夏薩特的話 這樣當然會好些 但是今天的組合真的不行 不過 斯丹做實驗都是做到底的 而且 都是 很難叫球員 在半場15分鐘休息的時候 改變那個思維 總之 今天收到的order 就是盡快向前交球 不要回傳 用場距離的連結 快的 有位就射門 即是比賽之前 球員的order 然後 之後就很難說 比賽途中 改變思維 所以 下半場黃馬繼續嘗試 當然是沒有什麼改善的 不過 去到55分鐘的時候 黃馬做出全場最漂亮的組織 為什麼又會這樣呢 原來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黃馬這一次的進攻當中 被迫 控制了比賽節奏 為什麼會被迫的呢 這麼有趣的 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本來都很想衝上去 盡快完結攻勢 都是想跑道行衝上去 誰知道 對方犯規 然後球證 就沒有給得益 也不給黃馬快開 黃馬都很想繼續快點 盡快完結攻勢 盡快快開 但是 這個球證說 波滾緊 不給 OK 球證 也不是硬的 有規矩的 球證不給了 黃馬就被迫控制了比賽節奏 就被迫慢了下來 那就被迫慢慢開過佛球 這樣反而呢 就被動地控制了比賽節奏 踢得慢了 反而就連結得清脆了 利落了 成功插上去25萬的區域 依然穩固地控投賽 沒有失波 沒有撞板 這樣就行了 那就反而可以運用到 就是四個進攻點的攻擊火力 還要突然之間破到密閘 卡拉瓦即插入禁區底線地波 所傳中產生E.C.高的黃金機會 也就是說 如果球證那一下呢 是給了得益 或者是給他們快開佛球 那黃馬就沒有得被迫控制比賽節奏 那就反而不會出現這個黃金機會 是不是很有趣呢 就是什麼叫屁股撞馬棍 這些就是了 正宗屁股撞馬棍 根本就不是自己想做的 但是那天就逼你做了 反而有這個好的效果 不過後來呢 黃馬也是打回圓形 因為之後呢 那個調動太過慢了 這個阿辛斯奧 努卡斯、華斯基斯 進來的時間不早的了 所以呢 都不夠時間給他們入局和發揮 最終呢 就是黃馬一球球都進不到 不停撞板 零比零 原場收工的 也就是說這個實驗呢 失敗了 那斯丹之後還有沒有新的實驗可以玩的呢 真是不知道啊 他那麼多新東西 是吧 猜不到啊 照樣沒有的了 不過呢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看看斯丹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路玩 每場都有新的東西 每場都是玩不同的東西 一路玩到呢 就是第38週呢 好啊 來到這裏呢 也都拭目以待大家呢 就是Click廣告的時間到了 那大家可以Click廣告咯 Click廣告啊 按廣告 播完廣告片 還有呢 就是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可以幫到 小弟呢 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個尊嚴去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每天免費 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呢 幫幫手不要鬆懈的 多謝這麼多為錢 記得要訂閱 和按鐘仔 接收新片通知哦 手機那裏呢 片的下面會有 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的 記得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電腦那裏呢 記得要關掉個檔廣告 程式它呢 發現電腦片的裏面 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也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 視窗出來 這樣才可以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的 大家呢 亦都可以呢 就是播完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幫到手 另外還可以 一條廣告片的裏面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呢 廣告link 是會在廣告片的 由上角的 那我們呢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